人生似水,有容乃大,不管做任何事,都要把自己的心态回归到零,把自己放空,抱歉学习的态度,将每一次都视为是一个新的开始,都是一次新的经验,不要计较一时的待遇得失,一旦做好心理建设,拥有健康的心态之后,不论做任何事都能心甘情愿,生活就是缠,在匆忙中活出一份超越的智慧, 在贫乏时走出一条人生的跪地,动也是好,见也是好,宠辱不惊,拿也好,放也好,去留无意,增烦的喧闹中,活出一份内心的宁静,沉淀,或者是一份安详,让命运在平和中运转,不落于心,不困于情,不畏将来,不灭过去,如此安好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, 别把人生搞得太复杂,将一切变得简单些,喜欢了就争取,得到了就珍惜,错过了就以往,在历经许多偶遇和分离后,总会懂得,没有抓不住,结是放不下,你认为快乐的,就去寻找,你认为值得的,就去守候, 你认为幸福的,就去珍惜,你容得下世界,世界才会接到你,活着,是一段艰辛的旅途,活着,是一种期待着回报的付出,活着,更是一份怀穿着希望的责任,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,印证着自己走过的路程,那些不懈努力之后的热泪盈眶, 无数个挑灯夜战的成功人可,娇气爱子的甜蜜温存,亲朋之友的建议畅谈,在久违的感受中,我们尝试坚强执着而快乐的,收获宁静,就是收获幸福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渴望,但是,你最终都是想让心灵得到满足,知足容易,满足难,毕竟,时间在生长,生命在萎缩,万水千沙的寻找, 长不如回眸一笑,太多幸福,在眼前,不在远方,心若得知,静如水,幸福如花开,一瞬间,知足者放下,看待着心静,宁静处,花开最美最自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